根据原厂表示呢 Proton S90 会在 4 月 8 日做全国的益览 另外呢 他们会在 4 月的中旬举办媒体试驾活动 到时呢 我们会带来这个新车的消息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官方公布的新色详情 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Proton S90 首先第一个消息就是 根据官方表示 这个 S90 呢 它是属于 D-Segment 的 SUV 所以呢 它的价钱一定会比 Proton S70 贵 所以大家如果是期望这辆车会便宜的话 嗯 每个人自己知道都讲了 BX70 贵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几个重点 马来西亚版本提供了 6 座还有 7 座的设计 在中国呢 只有这个 7 座跟 5 座 所以马来西亚是比较特别的 其中呢 6 座版本采用的还是这个 Pilot Seed 就跟这个 Toyota 的 Alphard 一样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原厂的这款车 是主打这种高档的商务车 接下来的外观重点部分 车系呢 其实分成 4 个车系 分别是 Standard, Exact, Premium 跟 Flapshift 它们全车系都有全 LED 的头灯组 跟全 LED 的尾灯组 轮圈的尺寸呢 有 17, 18 跟 19 吋 所以不同的轮圈 所以有不同的设计啦 跟之前的 S70 一样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辆车全车系标配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这个混合动力系统是原本的 1.5 公升 摩轮增压引擎 匹配这个 48V 轻混组成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90 PS 大概是 187 HP 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则是达到了 300 Nm 如果单纯看数据的话 它的动力表现会比起 Proton S70 的 1.8 公升更强 另外呢 原厂也表示这一次这辆车油耗进步很大 他们采用了两辆 S90 一辆是非混合动力 一辆是混合动力进行测试呢 这一个混合动力版本的油耗 会比起非混合动力的版本降低了 15% 但是实际的表现怎样 要等我们拿到车才知道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据说 Proton 会带我们去云顶施车啦 这辆车是一辆旗座车型 但是它并没有滑门 采用的是对开门的设计 所以在一些空间小小的地方 开门可能会有一点的麻烦 但是这个上下车其实坐得还不错 我在昨天的现场我进行了测试 我自己的身高大概是 180 左右 我要进入第三排座椅呢 这个第三排座椅的开口是 OK 的 我上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讲你的家人 如果说是小孩子或者是老人家 要坐到第三排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让我很惊讶的点就是 它的第三排座椅是可以乘坐大人的 我的身高 181 我坐在后座的话 我的头部空间还剩下三个指头 脚部空间也是剩下三个指头左右 但是它的第二排座椅是可以进行前后滑椅的 也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椅子向前稍微滑一点的话 那么后面的脚部空间会更大 坐起来也会更舒适 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 这个也是为什么从外观设计开起来 它的这个C柱跟D柱呢 会比较的方正 这个就是为了营造更好的头部空间 所以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员很多 而且身高都比较高的话 那么这辆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马来西亚版本跟中国版本还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中国版本的第二排座椅 三个椅子都可以做独立的前后滑椅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不能够 我有向原厂表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 原厂表示其实马来西亚人不喜欢三个 独立前后滑椅的座椅 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设计 还是你不喜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二个重点在于它的内装设计 这一款车是Proton第一款拥有氛围灯设计的车子 在现场的展示呢 原厂给我们看到了蓝色的氛围灯 但是能不能更改颜色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氛围灯 而且是条状的就硬啊 你讲对不对 然后呢 它基本上它的设计跟好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从左改去右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有升级的 首先就是这个12.25寸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它的分辨率是达到了1080x720 现场的显示效果还不错 另外原厂也针对它的记忆体进行的升级 它现在的记忆体是6加64 所以基本上不会遇到卡顿的情况 而且在日后呢 需要升级的时候 这个系统呢 要升级也会更容易 也不会因为这种硬件的问题 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升级 或者是导致它Lag 而且呢 我在现场体验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Atlux OS呢 用有新一部的改进 重点是它里面多了一个 类似App Store 的地方 你可以从里面下载软件 但是可以下载什么软件呢? 因为那个车是没有联网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有什么软件 但是我个人希望它有这个Google Map 有这个Spotify 或者是有这个Waze 如果有这些功能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的 对 这辆车是没有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的 原厂有表示 它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功能引进 S90 上面 但是什么时候会实现 就不得遏制了 至于在这个先进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只要你买到Premium 也就是第三个版本 你就可以拥有Atlux 而且原厂表示呢 这个是Level 2 Plus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讲? 是因为他们通过这个硬件跟软件的升级 让这个车辆实现了更精准的侦测 也就是讲现在如果是一个人突然间跳出来的话 Camera 都可以Detect 到这个人 如果是之前的车款的话 它同样Detect 的到 但是可能反应会慢一点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这个系统 成为Level 2 Plus 的原因 基本该有的功能都有 像是远近光灯的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戴Stop Angle 的主动式定速循环 自动紧接刹车 全方撞击翼警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所以这辆车做回家庭车的话 它的安全性能部分是足够的了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这辆车在硬件的部分 跟中国版本的豪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中国版本的豪跃采用的是Torsion Beam 也就是非独立悬调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的后悬吊 采用的是毛地令多连杆 这样子的悬吊设计呢 除了可以让车辆拥有更好的操控表现之外 舒适度也会大大的提升 所以作为一台家庭车 我相信它的表现会不错的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升级 原厂表示 他们要把这辆车定位成D-Segment SUV 要定位成行政车辆或者是家庭车辆的话 那么他们就不可以在这方面吝啬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把这个毛地令放下去 但是把毛地令放下去的话成本也会提高啦 所以这辆车卖贵是有它的理由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呢 Proton in a way of the Proton Ride and Handring 可以在这辆车上面出现 那么这辆车就真的是很值得期待了 目前呢网络上有传闻呢 这辆车会卖148,888令吉 那么这个价钱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昨天呢 我有跟这个Proton的CEO 也就是李春龙博士进行了一些对话呢 他表示其实在目前为止呢 这个Proton S90的价格还没有一个定案 只是肯定的是这辆车会比S70贵 所以这个148,888是不是真的价钱? 我觉得可以参考 但是这个可信度呢 其实就不普通通而已啦 因为Proton也没有公布嘛是不是? 不过我也希望这个价钱可以低一点 因为可以让更多人去接触这款车 值得一点的是原厂把这款车呢 当成是CS8 还有Toyota Fortuner的加强地 所以你阿嘎阿嘎一下 这辆车会卖刀钱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带上第一手Proton S90的信息 所以大家对这款车有心计划 真的不可以错过我们的Channel 这个订阅按下去 拜拜 拜拜